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中心街的即位站 因為他已經搬家搬到這邊來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就在中心街上 猩猩排骨的鞋對面 其實蠻好找的 然後今天永和的天氣非常的冷 現在中心街都會有一些韓式的小標語 那為了避免真意我就從外面拍裡面 大概可以坐二十幾個人 那這邊就是菜單 還有小菜類 地址在永和區中心街145號 那這樣就就就 大致上是這樣 那菜單就拍一下 好,那這邊是小菜區很多樣 好,他還有提旁飯 那我吃吃看好了 好,那剛剛在前面結帳的時候 店家講說他現在還沒有提旁飯 所以就改成 獅子頭面 好,這個是小菜的部分 一份是35塊 好,那這個就是酸豆角 好,這個東西也很開胃 酸香酸香的 沒有,還有一點肉末 然後還有一點辣椒 辣椒我覺得配色 其實不會很辣 嗯嗯嗯 好,這個就是懷念的滋味 好吃 其實我小時候蠻常吃這個的 這個懷念的滋味 讚 分數我覺得是90分 蠻好吃的 這個就沒味道 嗯嗯嗯 酸酸香香 酸酸香香 這個 跟飯也很搭配 然後 單吃也不錯 那懷念的滋味看清楚一點 這個就外省事的 很平時的小菜 但是口味很好吃 好讚 嗯嗯嗯 嗯 好吃 分數是90分 再是這邊的小魚辣椒 之前我蠻喜歡吃的 它是那個 糯米椒還有辣椒 好,天天鮮鮮的 然後它這個 小菜整個香氣都有炒出來 辣香辣香鮮鮮的 好吃 嗯 這個我老婆特別愛吃 應該是用丁香魚嗎 所以越嚼越香 嗯嗯嗯 好,這道小菜也很適合配啤酒 嗯,好吃 然後分數我覺得 九十二分 嗯嗯嗯 好,好吃 就是那個小魚乾好不好吃 嗯,好吃 它這個呢 好酸 沒有吃過這個 嗯,很酸 很酸 很酸 開不開胃 應該吧 應該 應該 這個幾分 一點點 Bespar 嗯 這個是 麻醐 上面 嗯 七十分 不是 不知道 不知道 比較愛吃這個 嗯 這個 韓國法橋的話是 不喜歡吃這個 他比較愛吃這個 我可以看到我老婆洞筷子洞這邊 她愛吃這個 這個她就不太愛了 那這個就是我老婆點的排骨麵 炸排骨還有 算是蠻輕的湯麵 那這個就是雞肉捲 那這個就是我點的獅子頭麵 那就吃吃看 她搬新加熱我就沒有來吃過了 然後這個獅子頭我也是第一次吃 獅子頭麵這裡的 湯頭蠻清爽的 感覺有自己的味道 有高湯但是也有味素的成分 個人覺得 好 那個獅子頭試試看 感覺就是 蠻外省式的口味 獅子頭的斷面秀 這個 材料很豐富 裡面有 有絞肉也有豆腐的感覺 好吃 嗯 這那個外省式口味的 很燙 是 我把高度降低一點 不然這樣我不好吃到麵 麵是細麵 然後但是還有一點QQ的感覺 不錯 湯頭應該是有點雞高湯的感覺 還不錯 很清爽 我另外一半的咧 是這裡 最有特色就是這個獅子頭 很特別 蠻清爽的 喜歡吃清爽口味的女生 你可以試試看 獅子頭的個頭大概就這麼大 好 分量也蠻足的 做的味道跟我媽 以前做獅子頭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 有一點點 好這個煎 煎過然後再去 滷 好 這樣看的應該很清楚 愛吃獅子頭的朋友 可以來試試看 我覺得口味還蠻不錯的 好 材料很豐富 那分數是90分 好 換個角度吃好了 不然我剛覺得我這樣 今天這樣吃 吃這個麵不方便 白菜蠻嫩的 好吃 好 就很家常的一種口味 像自己家裡媽媽煮的味道 不錯 好 這個是獅子頭麵的部分 那一樣那種很清爽的麵 然後配上這個排骨 就是排骨麵 感覺這個好像是台式的口味 對 天天鹹鹹的口味 我覺得還好 就喜歡吃排骨麵的去試試看 然後有醬油的味道 欸不對喔 這個算是外層口味的 他跟我上次在 蔡萬星吃到的那個排骨的味道 一模一樣 甜甜鹹鹹的 所以應該算是外層式的 他有那個 有糖的成分 有點 比較像薑蔗菜 好最後是這個雞肉捲 吃吃看 其實就是 牛肉捲餅的形式 然後中間還有點菜 然後有點甜甜的醬在裡面 應該是鐵麵醬吧 因為我吃那個整個爆開了 所以就不方便給你們看到 分數我覺得是88分 還好 應該牛肉的會比較 比較是傳統口味啦 雞肉就還好 這邊也有很多種醬 然後可以加 可以看自己喜歡要加什麼 就加什麼 兩種辣椒醬跟這些調味料 因為今天我老婆不想上鏡頭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